大家好,我是杰一 欢迎来到静波档案 我们都知道一次完美的犯罪 需要缜密的思维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但真的会那么完美吗?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起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案件 紧环炸弹结案 该案件被称为联邦调查局史上 最复杂、最离奇的犯罪之一 凶手设计了一场寻宝游戏 操控涉害者作案 机关表面上是一起挟持炸弹抢劫银行的案件 其背后却有着很多扑朔迷离的故事 2003年8月28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一座小城伊犁 警方接到位于萨米特镇中心的 匹兹堡国民银行报警电话 声称遭遇抢劫 警察随即开始出动 在捷匪离开银行仅几分钟后 便被抓获 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抢劫案件 但其实整个事件才刚刚开始 那名男子告诉警察 说他身上被绑了炸弹 是被逼迫抢劫银行 警方呢 剪开他胸前的衣服 发现一个像手铐似的金属锦环 锁在这名男子的脖子上 见此情景 警方立刻撤退 便利男子坐在原地 这名男子要求警察 按照他的车上的字条去寻找钥匙 解开警环 根据警方经验 这类挟持炸弹抢劫银行的案子中 只有极低的概率 炸弹是真的 所以警方当时并没有理会 只是在远处用枪指着他 等拆弹部门过来 约25分钟后 炸弹突然发出 嗶嗶嗶的警报声 这下男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他再次哀求警察 协助取掉脖子上的炸弹 可是在拆弹部门 约三分钟前赶到时 一声巨响 这颗锁在脖子上的炸弹爆炸了 这位男子叫布莱恩·威尔斯 46岁 是一家披萨店的外卖员 据他身边人介绍 布莱恩已经送了30年的披萨 没有什么抱负 也没有结婚 他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 也很有爱心 养了三只猫 会经常带着家人去看电影 和听免费的音乐会 他喜欢巡物游戏 比如报纸上登载的巡钥匙游戏 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会牵扯到一双炸弹 抢劫案件中呢 我们先从布莱恩工作的 披萨店开始 2003年8月28日 当天下午1点半 这家名为妈妈咪压的 披萨店老板 接到一个送餐电话 但老板听不懂对方说的地址 于是布莱恩接过电话 并记下了地址 淘街8631号 布莱恩外出送餐后 具体情况还不得而知 但据警方抓获布莱恩时 他的描述 布莱恩在送餐时 被三名黑人抓住 将警环炸弹套在头上 并指使他抢劫银行 随后呢 通过遭遇抢劫的银行职员 和监控了解到 布莱恩身穿一件白色T恤 T恤的胸前呢 用大写字母写着一个单词 GAS 他手持一把拐杖 这把拐杖是一把手枪 伪装改造合成 因此进门并没有引起 安保人员的注意 布莱恩走进柜台前 递了张纸条给工作人员 纸条上写着 银行必须在15分钟内 交给布莱恩25万没有记号 且无法跟踪的纸币 否则呢 将在15分钟后炸掉银行 因为当时出纳员 无法进入保险库 所以只给了布莱恩 8700美元 布莱恩便离开了 通过监控可以看到 他当时的申请状态 非常的镇定 完全不想劫匪 甚至在离开银行时 还拿了一根棒棒糖 含在了嘴里 之后离开银行就被捕了 布莱恩被捕后 提到车上有解开 紧还炸弹钥匙的线索 纸条 但警察并没有注意 由于当时案情涉及爆炸物 州警局对街区进行了封锁 导致城市交通拥堵 救援车和防暴小组 在过来的路上堵车 没能赶上救援 炸弹即爆炸了 炸弹在布莱恩的胸口 造成一个拳头大小的创伤 在救援人员赶到时断了气 由于此次案件 涉及到爆炸物 银行抢劫 于是案件最终由联邦调查局接管 酒精烟草与火器管理局和州警局协助 至此案件还有很多疑点 警方调查了送餐地址 桃街8631号 这是一个偏僻废弃的电台信号塔 几乎没有什么人或者车辆经过 现场有布莱恩送餐车辆的轮胎的痕迹 并且现场有打斗的痕迹 说明布莱恩确实盗谷该送餐地址 警方在爆炸现场布莱恩的车上 找到了他说的纸条 共有六张 纸条上密密码码的写着文字 以及示意图 获取纸条后得知 布莱恩是在玩巡物游戏 他必须遵循纸条上的指令 一层一层完成任务 最终找到钥匙或密码 解开炸弹 布莱恩一共要去四个地点 寻找线索 开始有四张纸条 抢完银行后 第一站就是银行附近 麦当劳花圃的一块石头像 找到了新的两张 但随后他便被警方拦截了 警方根据提示 又去第二站 一条马路旁草地上 咖啡罐里装了一张纸条 在去第三站的时候 那里的纸条已经被取走了 而同时有一辆蓝色的货车 在发现警察后掉头逃跑了 第四站是在一个桥洞下 但值得怀疑的是 这四个地点均分布在 宾州的各个角落 根本不符合抢劫银行 逃跑路线的逻辑 更像是带着警方兜圈子 据防爆小组调查 这颗紧环炸弹 从启动到引爆 有55分钟的时间 而警察在同样的时间段 同样的天气 同样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 根据线路指示 走完这四个点 时间远远超过55分钟 因此警方断言 根本不存在可以打开 警方的钥匙和密码 凶手的目的也不在于解款 就是想让布莱恩在找钥匙的途中 在某个点引爆炸弹身亡 杀人灭口 凶手似乎很想通过这种 复杂设计的寻宝游戏 来向警方炫耀自己的智力 从而获得满足感 也有调查人员称 布莱恩对寻武游戏的爱好 在抢劫银行时镇定的表现 证明他其实是知道 这次抢劫寻宝游戏的设计 甚至他也是参与者之一 只是他一直以为炸弹是假的 直到宁静爆炸的那一刻 才发现自己被别人套路 更让人惊讶的是 在判发后 警方联系布莱恩披萨店 另外一名送餐 同时罗伯特了解情况的时候 罗伯特在与警方约定见面的前一天晚上 服用过量毒品死亡了 订披萨的电话 是从一个加油站的公用电话亭打出的 纸条的笔记呢 是打印出来在临谋的 无法确认打印机墨盒型号 也无法核对笔记 炸弹核心纸上也没有留下其他人的指纹和DNA 更令人惊叹的是 制造炸弹的零件都是废物利用 无法通过零件购买记录 查出购买人 至此 警方唯一的线索可能只剩布莱恩的家 警方搜查了布莱恩的家里 没有发现任何参与案件的迹象 但是有一个本子引起警方的注意 这个本子上面记录了很多机女的电话 布莱恩喜欢一名20多岁女 叫做杰西卡的记录 过去5年中 他每个月都会找杰西卡几次 但经过警方调查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至此 唯一的突破口也没有了 这样一来 警方的调查完全陷入了僵局 直到一个举报电话打了进来 2003年9月20日 一位名叫比尔罗斯坦的人 说他的车库冰柜里有一具男性的尸体 是他一位女性朋友杀害 并要求他帮忙处理尸体 而证实这个尸体的出现 让本案的几名凶手逐渐浮出了水面 比尔是一个富二代 和当地的警员也很熟悉 但后来经营家族企业破产了 他自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不上心 会一些工匠手艺 到59岁了 仍然是一事无成 但巧合的是 他的家离当时布莱恩送披萨的信号塔 非常的近 此刻 他因为不愿意帮助他的女性朋友 马乔丽 毁尸灭迹 只能选择报警 此时布莱恩炸弹案的一号凶手正式登场 他就是马乔丽·迪尔·阿姆斯特纳 我们先了解一下马乔丽的本人 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 年轻时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并拿到了社会学本科学位和教育学硕士学位 精通法律 文学 历史 又擅长乐器 在当时简直就是女神般的存在 为何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 会变成如今的杀人恶魔呢 在马乔丽二十多岁时 患上了躁郁症 也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和人格障碍 但是他又特别的会操控人心 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期间 马乔丽身上背负了五条人民 这些人都是和他同居过的男性 而且最终都是非正常死亡 即使这样 马乔丽从来没有被捕 他声称那些人的死都是他的正当防卫 因此他和比尔一样 总认为自己的智商高 很会打官司 而这一次死亡的人 正是第五位受害者 詹姆斯·罗登 马乔丽和比尔在三十年前相爱过 算是老相识了 但最终马乔丽没有同意结婚 此刻以前的恋人 跑过来要求他帮忙处理尸体 对于比尔来说 确实很难抉择 最终呢 比尔还是选择了报警 但马乔丽口中却一口咬定 是比尔杀死了詹姆斯 因为比尔一直迷恋自己 嫉妒詹姆斯 所以才动了杀心 取而代之 尽管如此 警方还是逮捕了马乔丽 马乔丽在被捕时说 比尔应该为他杀死布莱恩而遭到起诉 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案件 这是第一次被关联在了一起 但詹姆斯·罗登谋杀案 和布莱恩炸弹谜案又有什么关联呢 当时警方对炸弹案的罪犯 做过一个画像描述 第一 此人生活孤僻节俭 第二 此人有囤积大量金属物件 癖好 第三 此人有一定的机械手工能力 第四 此人隐藏了暴力天行 在搜查存放在比尔仓库冰柜里的 詹姆斯的尸体时 警方发现比尔的仓库砸乱不堪 囤积了大量乱七八糟的物件 其中还有一些电子和机械相关操作的书籍 警方认为 这些书籍完全存在学习制造炸弹的可能 于是FBI探员对比尔就炸弹案进行了询问和测谎 毕竟他的家离事发地实在太近了 但比尔顺利通过了测谎 自从马乔丽被捕后 比尔像变了一个人 体重骤降 这时他已经是零八癌晚期 而比尔或许早就知道自己的病 在告发马乔丽不到一年 比尔就孤独的去世了 我想这也许是和马乔丽有关系的人当中 唯一一位正常死亡的吧 比尔还有一名叫做弗洛伊德的室友 在炸弹案第二天就消失了 但警方在另一个周找到了他 弗洛伊德声称自己对炸弹案一无所知 并且也通过了测谎 到此为止 仍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 比尔和马乔丽与布莱恩的炸弹案 有什么紧密的关联 直到2005年的一个秋天 马乔丽以前一位一起钓鱼的朋友 肯尼斯·巴恩斯被亲戚揭发 与2003年那起炸弹案有关 自此本案的二号人物出现 肯恩以前是电器维修工 后来染上毒瘾之后便开始贩毒 马乔丽、扎姆斯和他都是因为钓鱼而认识 肯恩被捕后的供述 对炸弹案情提供了很大的线索 据肯恩的描述 当时马乔丽提出要雇佣他去杀自己的父亲 因为父亲死了 他就可以继承他的遗产 但肯恩无心杀人 随口报了一个价格 25万美金 而当时布莱恩抢劫银行的纸条上要求的正是25万美金 但还有一个更巧合的是 对马乔丽·艾姆的比尔 当时在挂售他的老房子 挂牌价格也是25万美金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是 警方搜查了马乔丽和肯恩的住所时 他们和比尔一样 都有一个共同的癖好 重度囤积癖 他们家里各种废物、零件 堆积如山 也许正是这三人奇怪的囤积癖好才走到了一起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 正是这个人物 将肯恩、马乔丽、比尔和布莱恩关联了起来 这个人就是之前出现在布莱恩笔记本上的纪律 杰西卡 肯恩会把自己的住所 二楼租给一些纪律作为活动场所 杰西卡也是吸毒人员 肯恩描述说 杰西卡会在他这里买毒品 而布莱恩会和杰西卡在他的二楼活动完之后 布莱恩向他购买毒品作为嫖资付给杰西卡 这样三人皆大欢喜 在马乔丽和肯恩被捕后 以及媒体对这起案件的推动作用 有越来越多的佐证出现 有人看见案发当天 马乔丽在公路上开车疯狂例行 也有人在案发大厅 看见马乔丽和比尔在壳牌加油站打电话 也有监狱的育友出面佐证马乔丽 参与了炸弹案的策划 因为自入狱后 马乔丽不止一次向其他育友炫耀 自己是2003年那起炸弹案的参与者 而他杀死男友詹姆斯 是因为詹姆斯准备去告发他 当时经过FBI在 肯恩、马乔丽之间多次周旋审讯 肯恩最终首先松了口 据他描述 案件的主谋是马乔丽 他负责策划环节和设计纸条 然后比尔制造炸弹 他又说 被炸死的布莱恩也是同谋 一起策划了这次炸弹抢劫行动 大家在计划时都以为用的是假炸弹 谁知呢 最后比尔却制造了一个真的炸弹 绑在了布莱恩的脖子上 从马乔丽口中 也得出布莱恩是同谋的证词 至此呢 这起炸弹案的线索 逐渐明朗了起来 让我们回到2003年8月28日案发那一天 一起还原当时案发前的那一刻场景 案发那一天是星期四 下午1点30分 马乔丽和比尔在加油站 打完送餐电话之后 两人便和肯恩在废旧信号塔处 等待布莱恩的到来 布莱恩到了之后 他们拿起披萨吃了起来 而布莱恩则站在车的附近 等待他们付钱 此时呢 比尔的室友弗洛伊德 突然拿出一个像大型手铐一样的金属铁环走了过来 布莱恩看到之后 意识到不对劲 想要退出 这时比尔朝天开了一枪 他们控制了布莱恩 并把铁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马乔丽给了他四张纸条和一把伪装成拐杖的手枪 让他按照纸条的指示前往执行任务 只有完全执行完毕才能获得解开铁环的钥匙或者密码 马乔丽还告诉布莱恩 如果你被抓住了 就说是三个黑人干的 于是便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故 事已至此 肯恩呢 被判了45年的牢狱 弗洛伊德本身因为抢奸罪服刑 答应出面指控马乔丽之后 便没有被起诉 而马乔丽因为精神问题 直到2010年才被接受审判 马乔丽串谋实施武装银行抢劫罪 以及在犯罪中使用破坏性装置的罪名成立 被判无期徒刑 另加30年的有期徒刑 而死去的比尔和布莱恩 便成为这起案件不被起诉的同谋者 这起紧环炸弹案看似到此结束了 此时距离2003年 布莱恩当街被炸死 已经7年过去了 罪犯看似最终全部落网 但仍有一个谜团在人们心中 这样一个性格温和心地善良的布莱恩 到底是不是同谋呢 他的寻宝游戏的爱好 跟这次案件的设计有无关联呢 为什么他在抢劫银行时 表现得如此的镇定 如果他不是同谋 为什么被捕后 仍然说是三名黑人所为 在获罪的三人口中 一直认为布莱恩是同谋 但如果是同谋 为什么送披萨的时候 又会傻傻地在案发现场 等待他们付钱呢 这一切看似定论 却又好像没有完整的答案 但在2013年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的佐证 让整件事情出现了反转 这个人就是之前和布莱恩 相处的五年的纪律 杰西卡 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作案 但他在案件中 对于布莱恩的身份 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杰西卡已经30多岁了 因为贩毒入狱 事隔10年后 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肯恩和马乔利 曾在家中讨论抢劫银行一事 问杰西卡认不认识什么软骨头 只要吓唬一下 就可以替他们去抢银行 杰西卡为了获得毒品和钱 便说出了布莱恩的名字 还提供了布莱恩的工作表 肯和马乔利告诉杰西卡 炸弹是假的 只是做做样子吓唬布莱恩 可杰西卡没想到 他们在布莱恩的脖子上 套了一个真的炸弹 案发不久后 杰西卡发现自己怀孕了 此后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长相和布莱恩极为相似 他忏悔地说 布莱恩是个好人 这个世界上好人已经很少了 一想到我对自己在乎的人 做了这种事情 我就很心痛 事到如今 我再也无法逃避 有了杰西卡的佐证 肯恩最终也承认布莱恩 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至此所有的事情都真相打败 马乔利 肯恩以及弗洛伊德 如果一开始承认布莱恩不是同谋的话 那么他就是被谋杀的 这对于三个人来说 会增加一个谋杀罪名 多半会被判死刑 所以他们一口咬定 布莱恩是同谋 而关于抢劫时吃棒棒糖 我猜测 因为那时下午约两点多 而可怜的布莱恩还未吃午饭 便被挟持了 饿坏的他只能顺手吃一根柜台免费的棒棒糖 补充体力 因为接下来 他还要进行剩下的寻宝环节 至于布莱恩被捕后 仍然说凶手是三名黑人 我想是因为布莱恩胆小 因为纸条上写明了 他寻宝的整个过程都会被监视 如果说出凶手的话 可能自己的姓名就没有了 但是无论他怎么要求警察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至于布莱恩对于寻宝游戏的爱好 是否与这次作案的设计有关联 还是巧合 恐怕我们再也无从得知 无论这起案件的动机 是不是因为缺钱抢劫 无论是谁设计了游戏的环节 又无论是谁决定把炸弹假戏争作 但是最后都演变成一场警察与罪犯 耗时十年斗智斗勇的案件 而布莱恩变成了这场 以性命为奖品的寻宝游戏的牺牲品 其实案情的背后仍有很多故事可以探讨 比如贯穿事件的这颗炸弹制作的细节 比如将死的比尔 与马乔丽参阅了炸弹案之后 后来为什么又举报了他 这些都与案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时间关系 杰伊没有完全讲到 杰伊在本案中使用的素材 部分引用了一部Netflix发布的纪录片 邪恶的天才 这部纪录片对布莱恩的死亡案件 进行了真实的还原 对了 2017年马乔丽因为乳气癌癌去世 但是他至死都没有承认 自己和炸弹案有任何关联 尽管法院对罪犯和犯罪事实 进行了公正的判决 但仍有很多一知半解的秘密 也因为马乔丽的死亡 随之永远的埋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